欢迎收看台北市线上教学影片 本节课学习的主题是 全球环境议题 学习重点有 气候变迁 全球暖化 海平面上升 极端气候 生物栖息地的改变 在正式进入到气候变迁的课程主题之前 想要跟同学们分享一段 2016年绿色和平组织的公益影片 影片的内容是古典乐的巨星 意大利作曲家及钢琴家 鲁多维科·英诺蒂 他随着船舰极地曙光号巡航 在6月20号抵达了挪威斯瓦巴群岛 在一片银白洁净无暇的冰川 作为背景之下进行了演奏 而钢琴就设置在浮冰之上 演奏当中 即可以拍摄到 冰川融化掉落与浮冰融化入水中的声音 那么这段声音呢 同学们可以参考一下 在一分三七秒的时候 可以看到大片的冰冰掉落 冰川掉落 以及原本的浮冰 一直不断地融化 然后陷入海中 还有海鸟飞过去哀鸣的声音 那么作为作曲家呢 他的演奏呢 是在浮冰之上 可是冒着生命危险 提醒世人北极海暖化的问题现象 是真实的方式 而当北极地区的陆地冰层 与浮冰数量越来越少 对整个地球的气候影响 也会越来越显著 那么在全球气候变清之下 我们台湾这百年来的气候改变为何 我们来看看 根据中央气象预报中心 陈云南的百年来 台湾气候的变化专题报道 那我们先看看 这是全球的情况 那么全球百年平均增温的速率呢 到了后期速率是 大概空着在0.5度左右 那么看看台湾的情况 趋势大致上与全球的趋势是一致的 之前是 前期是温度下降的 中期的时候开始往上升 到了后期的时候 全部都是升温的幅度 只是呢 我们台湾变冷的现象呢 又特别明显 尤其我们的升温幅度已经达到了将近1.4度 那升温的速度呢 又以近30年来最快 温度的比较图 台湾的线呢 是橘色的线 全球的线是蓝色的线 很明显可以看出 我们台湾升温的线幅度是在全球之上的 所以我们的升温幅度呢 的确是在全球气候变定当中 看出来幅度是变化明显的哦 根据之前提及到 台湾与全球都变临了变温暖的情况 可见全球暖化已经是个明显的事实 那我们来讨论 什么是全球暖化 哪些因素会造成全球持续的暖化 主因就是因为 大气中的温室气体含量在增加 它增强了地球的温室效应 结果产生了暖化的现象 且暖化持续在增强当中 那么我们来了解一下 什么是温室气体呢 其实大气中的温室气体 包括了水气 二氧化碳 甲碗 浮沫碳化物 及臭氧等等 比例最高的当然就是水气 跟二氧化碳哦 它让我们的大气 没有不断的变冷 这些温室气体呢 能够吸收地球表面的辐射能量 吸收后再向四面八方散热 让靠近地表大气保持温暖 这种现象就是我们气候学 所称的温室效应 云具有吸收地表 散播辐射的温室效力 如果没有这些温室气体 那么地球表面的平均温度 会从现在的摄氏14度 下降到零下19度 日夜温差这么大 那么很多生物是无法存活的 因此温室效应 它本来在地球上就存有着 但是呢 当温室效应 却越来越增强的时候 我们地球表面的温度 持续升高 也会让很多生物 以及我们的生活空间 生态都造成了很大的变迁 接下来我们细看 什么是温室效应 如果我们用一个比喻 大气层响成是一层 镂空的花坦 它遮盖了地表 太阳的辐射能量 一部分是被这个毯子所吸收 一部分穿透了毯子 被地球吸收 另外一部分则被毯子和地球 反射回外太空 没有被地球所吸收 那么这个毯子镂空的花纹 就像大气中的云 云同时具有吸收 和反射太阳辐射的能力 我们从刚刚学到的 温室气体跟温室效应的现象 来讨论这一张 来从1880年到2014年的 地球二氧化碳浓度 与地表均温同气图的资料 我们发现在1880年代 当时的地表温度只有13.9度 到了2014年代的时候 已经到了地表温度 已经升温到14.7度 这是随着地球二氧化碳浓度的增加 温度也随之升高的现象 那么是什么原因 造成地球这个暖化加剧 当然就是人类的活动 及工业的发展 它让我们的温室气体大量的排放 超出了原有自然界的温室效应含量 超出了原有自然界的温室效应气体含量 原本自然界的温室效应 它是可以帮助我们地球保温的 不让温差过大 生物才能够生存 但就是因为人类活动的干扰 让这些温室效应气体 超出自然界上升的范围 对整体的地球环境影响 改变真的很大 我们举例如下 看这张全球暖化示意图 这张图中举了很多音乐暖化 而正在变迁的举例 那么我们主要可以把它分为两大类 第一是因为暖化导致的冰层融化 那么包含了陆地上的冰川 及两极地区的冰层 当这些冰层冰川消融的时候 将会使海平面上升 也会影响到中西澳地区的用水量 第二部分增温 增温使得海水体积膨胀 海水面上升会淹没 比较低矮的沿海地带 或者是像沙洲 三小洲这种地方 我们举的例子是 威尼斯基大阳洲的岛国 看这张图的举例 我们看到了 当它北极海的海滨 逐渐缩小变爆的时候 它将有可能影响到的是 北极熊的生存 那么陆地上跟南岛的冰层 正在逐渐往内且缩小当中 洛基山脉 安提斯山脉 喜马拉雅山 阿尔菲斯山 这些高山山越形的冰川 它们的冰川也正在后退当中 赤道上的高山 吉利马扎 罗果山 本来在哈尔山顶 有机会看到爱爱白雪 所以在暖化 积雪不断的消融 那么我们就失去了 这个可以看到 赤道上唯一 可以看到积雪的这座高山 就没有机会可以看到了 大宝礁附近的海水温度 上升的时候 使得这边部分的山舞 已经开始出现了白化的现象 那么这边太平洋上的岛国 有很多低矮的山舞礁岛国 它们将因为海平面上升 而有淹没的危机 离我们台湾 影响最大的就是这个 台风的频率 也正在随之增强 且 越来越大喜 接下来我推荐同学们 可以看看 这部奥斯卡最佳动画的影片 它告诉我们地球暖化 造成全球海平面上升之后 那么 大家要不断的架高 防止才能够居住生存 这部关于温室消息的影片 可以给您一些启发 我们来看 沉迷雨水的威尼斯 如今却困于日域严重的水患 威尼斯是建立于西湖沙洲的都市 是在海水面的逐渐上升 以及它是地中海型气候 所以是冬季降水 它让淹水的情况越来越频繁 那么 经过了这个圣马可广场 我们必须走在高架的路段 或者是穿雨行 才能够步行通过 我们继续看 太平洋邦交国图王鲁 他们的环郊鸟看图 有人预测 这个岛国将会是气候变迁 和海平面上升结果下 完全消失的第一个国家 图王鲁很小 它只有26平方公里 海浪的侵蚀造成了土地的损失 然后原本的棕榈树也被冲下了海 海水的入侵 让土壤淋化了 农作是很困难的 那没有了生活空间 没有了粮食 连地下水 连地下水水资源也没有 那么这也将成为全球最早的气候难民 让我们来看看台湾 与周遭国家的情况吧 这是摩尼海平面上升30公尺的情况 我们发现了沿海的地地 以及盆地都遭海水淹没 整个西部平原带 几乎都快看不到了 而中国大陆的长江中下游平原 也都遭海水入侵淹没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海平面上升前的台北盆地 跟海平面上升后的台北盆地 可以看到 好多的房子也都已经被淹没了 最明显的大概剩下101处立在中间吧 如果我们再不改善现况 未来人类将有可能真的居住在海底城市 就如同2009年最佳奥斯卡动画影片 内容呈现的温室消音下的海底城市 地球浓化不仅是造成了海平面上升的问题 更明显的是造成了各区域发生了极端气候的现象 如最高温度的持续飙升 铝窗高温的新纪录 且沿着天数的增加 也将会造成了干旱的现象 这会造成农作物与缺水的危机 引发了粮食危机等灾情 另外低委屈的降雨过渡集中及强度增加 而中高纬度的暴风雪范围扩大与强度增强 都会造成了生命的危险 我们来看看环境资讯中心的官网 他写到了2016也就是今年将在创高温的记录 NASA说气候危机真的即将到来了 他说2016年的4月已经超过了往年的最高值 女和火气候变化刚下空约发表了声明 本世纪的下半夜 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一定要再降到相当低的水平 才能够使森林跟土壤的自然资源 轻松地吸收掉这部分的热量 不然将会持续造成极端气候现象的发生 我们来看看 这是气候变清之下 这个小女孩面对了整片死亡森林的干旱 尔罗斯的森林大火 风吹从着黄石国家公有的森林大火 北美洲的暴风雪 我们看到整辆车子几乎都快被雪给淹没掉了 这是欧洲的暴风雪 情况也是相当的严重 我们看一下 这是尔罗斯的圣巴索尔教堂的冬天景观 当暴风雪过来淹没的时候 已经整个淹没到了屋顶 参考一下这张 并摸到屋顶的积雪线 可见这个积雪量相当的多 全球暖化也会造成生物气息地环境的改变 这两只凶货的温子讨论说 太好了 温度上升了 我们的生活范围变大了 继续进攻吧 参考的是地球的市 就是我们市的网站 他提到说 全球暖化 登格勒地图 北移 因为这是北半球情况 那么看到 大部分呢 登格勒流行的范围 围在热带及雅热带地区 那 没想到在2014年的时候 日本也爆发了登格勒的疫情 那么大家担心说 会随着暖化 继续向北蔓延 那其实呢 当然 南半球也会有同样的情况 它也会因为暖化 而使并没有向南扩散 那 我们看到 如果 2100年 二氧化碳的浓度 如果真的上升到了这么高的话 那么我们 台湾登格勒的风险证数 相振数就会扩到到目前的2.6倍 那其实是很严重的 红色 越红色代表 它的那个比例越高 我们看到 正在直径的往北移当中 那 这个是预估图 我们发现 真的不需要到这样的情况 最后我们看看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 生物多安性风险中的 櫻花共吻龟为例子 那么台湾大选的蒙尼的櫻花共吻龟 气地的水温 他说 我们看看 如果气候变迁的时候 那么在这几个时段 这些 樱花共吻龟 将会发生什么情形呢 我们发现 如果真的 随着水温不断的升高 那么适宜 气息的地方 将会缩减到现在的一半以下 或许 未来将没有樱花共吻龟了哦 根据联合国 环境规划署的报告指出 目前 因为温度的上升 气候的变迁 生物多安性的减少 水资源这些问题 将会是我们21世纪人类最重要 且迫切要解决的全球性环境议题 这些环境议题 已经成为了跨国性及 跨世代要面对的课题 我们国际社会一定要积极一点 去解决 及应对的措施要出来哦 因为地球环境的永续发展 国际间签署环境保护公约 已经形成了国际规范 有蒙特罗议定书 七二纲要公约 当然最具代表性的就是 1997年签订的京都议定书 在2015年开会 2016年签署完成的巴黎协定 目标就是希望能够达到 全球温室气体减量与管制 希望能逐渐减少 甚至能够回归到 基准年的排放量 同学们可以参考 公式我们的岛 巴黎协定的影片 如果同学们对联合国气候 变迁的纲要公约内容 想要更进一步的了解 也可以参考我们台湾自己的网站 台湾的官网是 台湾应应气候变化 纲要公约资讯网站 有中英文版本资料 可以供参考哦 我们透过学习重点的回顾 来加强复习 台湾近百年来的升温变化 比全球均温升高的幅度 来得多还是来得少呢 大气中的水气 二氧化碳 甲碗 薄力碳化物 臭氧等 可以吸收太阳浮射热的气体 我们称之为 那些因素时的温室气体 大量排放 超出了原有自然界的 温室效应气体 让地球的暖化加剧了 全球暖化的气候变迁 不单只是造成温度的上升 影响的层面更是复杂 至少包含了哪些 谢谢您的收看 谢谢您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